卯之花猎也是初代剑八 他是千年前的罪恶之人 其实我们对他不是很了解 我们在故事中看过很多人使用万解 他们使出的万解都很容易看得明白 甚至有时他们还会自保万解的能力 而卯之花是故事中的猎外 在漫画《526》的话 卯之花首次亮相万解 接近 但在漫画中却没有解释能力 甚至我们用看的也看不懂它的万解能力 我一度以为它的万解是有腐蚀性的能力 因为我们看到剑八和卯之花都变成窟窿 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花解万解的能力 每个人的看法都完全不一样 所给出的答案也完全不相同 直到动画版《千年血战》第十集 我们才更加进一步地了解花解万解的能力 但它的能力我还是要靠猜测 因为卯之花和九宝也没有明确说明它的万解的能力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就根据我所了解的告诉大家 如果有错误的地方 有请大家纠正 首先我们先来看漫画版花解使用万解的片段 以往其他人在使出万解后都会做出解释能力 但卯之花在解放后就直接跳到下一眼 然后就和剑八展开厮杀 完全没有解释和展现出万解的能力 我们完全看到一头雾水 当它最后被剑八给刺穿的时候 我就立刻有点傻眼 我当时就在想 它的万解有使出来和没使出来有什么差别 根据漫画给的资讯也太少 我们只了解解放后 斩破刀的刀身会变成粘稠的红色液体 类似蓄叶的红色 与此同时红色的液体也会出现在卯之花的周围 这个时候我就期待它万解的能力 当我只好像看到它挥剑的时候 就好像在使用普通的剑来战斗 完全看不出万解的能力在哪里 紧接住让大家更加混乱的场景 它们在战斗中突然被融化掉 剑八和卯之花变成骷髅形式 许多人认为这是卯之花的万解的能力 万解拥有服饰性的能力 才会导致它们变成骷髅 然后卯之花用治疗能力 把大家恢复到正常 当时我也接受这个说法 第二说法就是 这是剑八一直幻想的场景 他说他一直在沉睡当中 他在梦中与卯之花刀剑往来 它们会化身成为骷髅 也就是暗示说就算肉体被剥夺掉 但骨子里的它们是最真实 在它们的内心深处 它们就是很爱战斗 不过当时变成骷髅的这一段 我以为它的万解带有俯食能力 那是因为我联想到它食解状态的时候 当受伤的人被放入它的嘴里时 受伤的人会被吞下并储存在它的胃里 它的胃酸是个强大的治疗药物 会逐渐浸透伤者治愈它们的伤势 所以我才会认为它的万解会用酸性来俯食对手 因为以往食解和万解都会有所关联 随着《千年血战动画版》第十集播出 终于让我们更加了解卯之花的万解 在动画版中也看到卯之花解放万解的过程 而且动画版也完全颠覆了我对它万解的认知 我是很高兴看到卯之花完整的解放的过程 因为这一段在漫画版没有 我们看到它说出万解过后 它紧紧地抓住斩破刀 直到它的手流出鲜血 然后将鲜血涂满斩破刀的刀锋 当它说出万解的名字接近的时候 斩破刀的刀身和周围环境渗出大范围的血液 周围的环境都变成血红 在动画版就有很详细的解说 周围的血是怎么样产生 甚至可以覆盖整个场所 形成一个对它有利的场地空间 但在漫画版就不清楚怎么来的 只是卯之花解放后就突然出现了 我们看动画版过后 刷新我对它万解的了解 我也清楚地了解它的万解 是不带腐蚀性攻击 虽然卯之花没有解释它万解的能力 这就和漫画一样不做多的解释 但我们可以观看它和剑八的战斗 最终得出它万解的能力是怎么样的 解放万解后的卯之花 它可以控制周围的血液 我觉得甚至自己体内的血都可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当卯之花被剑八砍伤后 伤口会避急地治愈 周围的血液都会变成卯之花剑的延伸 它可以利用这些血液进行远程攻击 它不断地挥动斩破刀 周围就形成大范围的斩击 这个招式是攻防一体 剑八依靠近它就立即被刀刃弹开 卯之花的万解的用法可以很多变化 可以远攻 进攻和防御都可以 这个能力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而使用自如 一旦和对手拉开距离 就可以向敌人发射出强大锋利的刀锋 我也看到有人留言说 原来卯之花用的是埃尔登法环的石山血海 不过还真的有相似的感觉 在剑八变得越来越强大时 它已经可以突破卯之花的大范围刀刃 而且还伤害到卯之花的脸 接下来卯之花所受的伤也在后面都消失了 也就是说它的万解还拥有治愈能力 它这个能力让我想起麒麟寺天使狼的血脂地狱 它以自身灵压制作的洗澡水 会通过皮肤进入浸泡者的体内 为人补充血液和灵压 这个能力和卯之花有点相似 不清楚是不是麒麟寺天使狼 参考卯之花的万解而创造的呢 当剑八刺穿卯之花的身体时 突然卯之花周围的血液突然消失 所以只要使用者遭受到致命伤害 万解就会自动解除了 也许是遭受到致命伤害 自愈能力就无法自愈 所以卯之花的万解是没有腐蚀能力 这个想法可以丢掉 它们变成骷髅的模样 那是剑八的一种暗示 它们就像怪物一样 无时无刻都想要战斗 总结来说 卯之花的万解可以控制血液 并且是需要用到卯之花的血来解放 当它仅仅抓住它的斩破刀时 它的手开始流血 然后将它拉过剑的长度 紧接住 血液将会覆盖周围 将战场变成一片血海 卯之花自由地控制周围的血液 这些血液可以成为卯之花的剑 或者盾都可以 甚至还可以进行远距离攻击 同时也能够治愈卯之花的伤口 它的能力就好像火影忍者我爱罗的沙子一样 只要周围有沙子 它就可以控制沙子 进行攻击或防御 我是觉得卯之花的万解 应该还有很多的能力 毕竟它是可以控制血液 所以可以变化出许多不同的战斗方式 虽然动画版的战斗时间不长 但至少比漫画版还要清楚多 老实说漫画版真的何难理解 它万解是什么 也许九宝也知道这一点 于是在动画版 就有卯之花万解的独家画面 我非常感谢动画版的出现 《困惑已久》的万解终于有答案 你们对于卯之花的万解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也想知道 你们对于它的万解有什么想法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